成龙近日才邀请美国媒体CNN到他的私人飞机采访 还在报道中和影迷分享他的移动办公室 没想到他在近日一下飞机就听闻一家 名为CNNM的新闻网站 以成龙今早病逝报道他心脏病发时事 让他不禁感叹 唉,真的好无奈 根据所谓CNNM新闻网站报道 成龙近日早上心脏病发在香港医院病逝 而他的妻子林凤娇随后在媒体证实死讯 还说葬礼时间尚未决定 但会葬在他的父母旁边 该新闻写的会声会影 又附上NBC主播报道的截图 提高新闻的可信度 不过新闻随后被证实是个假消息 成龙近日下午一下飞机 竟得知自己的死讯 随后发布微博 唉,真的很无奈 事实上 他近日才和大陆演员黄晓明、王宝强 一同出席北京的电影活动 其中,王宝强近日中午 才在微博po出二人开心搭肩的合照 而新闻截图上面 NBC主播早在两月时停职六个月 截图以VPS出来的照片 因此可确认这条新闻是假消息 对此成龙公司回应 过去时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们不再回应类似消息 近期下午 一条成龙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去世的新闻 经线外国网站 消息传出后一分钟内 吸引于签名网民及影迷 登入相关网站查询 博文内甚至有美国总统奥巴马 以及成龙好友 为时米夫留言 向成龙做最后致敬 随后媒体联系了成龙本人 事实证明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玩笑 事后经查证后 消息源头来自一个恶搞网站 网主以成龙之死作为标题 大搞噱头 但配图却是一个轻装理念节 至于奥巴马及 威维尔史密斯的流言 也被证实为伪造 成龙本人随后向大家报平安 被问及是否生气 成龙说 一点也不生气 又不是第一次这么传 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传出 成龙死亡的事件了 2009年到2015年期间 先后有四次这样的事件发生 当然每一次都被证明是谣言 死了多次的成龙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于是乎才练出了这种欲死不怒的功夫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 成龙的死亡合影照 这张照片中五人出成龙其他人 竟都已过世 早前成龙因天降熊时票房大好 而心情大好 在接受专访时 话题来之不拒 甚至主动大谈退休与死亡 他分享最喜欢的代表作 是1989年时的奇迹 当时很多人客串 但很多人都死了 有次他翻看旧照片 照片中有关海山 刘克轩 王伟及董彪 五个人的合照 四个人死了 只剩我一个未死 这张照片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成龙是不怕死的 怪不得是个大人物 舞蹈明星成龙 拍过许多筷子人口的 舞打动作片 不过因此受伤不断 他元旦出席 中美和拍的动作电影 许愿神龙活动 被目击 步履攀伤 需要扶着身旁 两位年轻演员才能行走 以腰部救伤复发 引发讨论 媒体分享的照片可见 成龙在活动上 走路微薄 得靠身边演员当支撑 才能行走 而且弯着腰走路 行动有些不便 略显憔悴 根据拍摄者的说法 成龙腰伤复发 但他还是敬业的出席工作 成龙出道 以来一直很敬业 坚持动作戏 亲自上阵 目前拍电影 极先锋的 海上追逐戏时 更意外翻船落水 瞬间灭顶 所幸 急救援 活速找到成龙 并把他救上岸 才让外界松了一口气 其实 这么多年来 成龙拍动作戏 难免受伤 前几年 有影迷 特别绘制一张 成龙受伤图 标注成龙 从头到脚 多达17个伤处 最早的是在 1978年拍摄 最全是 落下的 每骨受伤 眼角被踢爆 而他伤得最重的一次 是拍摄 龙胸虎地时 一场戏让他从 15公尺高的地方 坠落 导致脑部摔出 4英寸的裂痕 差一点就 无理回天 而成龙受伤 最多的地方 是脸部 其中光是鼻梁 就伤了四次 很多人都知道 成龙 圆彪 圆滑 等动作明星 能进入电影圈 跟他们的大师兄 红金宝的体鞋 有很大关系 其实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红金宝 成龙 圆彪等人 当年 跟虞战元 学金剧 这也是这帮师兄弟 普通话说的 很好的原因 而虞战元的女儿 虞速秋 是当时著名的 荧幕女侠 虞战元 虞战元的女婿 韩英杰 则是著名 武术指导 韩英杰 就是李小龙 唐商大兄里的 大反派 他和虞速秋 并非夫妇 而是虞战元 另一个女儿的丈夫 所以电影圈 对于虞战元的弟子来说 可谓近水楼台 当时的黎元 和电影圈之间 似乎有一个较为顺畅的通道 有点像现在的网红圈和影视圈 大小网红参加综艺 出演影视剧的 也不在少数 香港影坛 几位最著名的动作导演 如 袁和平 陈小冬 袁逵 徐晓明 董伟等 都是黎元子弟出身 在于战元的原家班 后来也将他们 同称为七小福 实际上 远不止七人 有几十人之多里 洪金宝进入电影圈特别早 他在十一二岁时 就以同性身份 出演电影 到二十岁时 仪式圈内 小有名气的 武术指导 洪金宝为人仗义 加上年龄局长 在原家班里 又是大师兄 所以在成龙 袁彪等人 入圈的过程中 确实起到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成龙入行的那一年 正是李小龙的 唐上大兄 上映的年份 也是邵氏和家和 两家电影公司在香江上演 龙枕虎斗的年代 家和由于抢到了李小龙 开始有后来居上的气势 没想到李小龙如流星一上 光芒望张后便即刻陨落 不过仅在李小龙 离世一年后 家和就竖起另一根栋梁 徐光文 而彼时的成龙 还要在蹉跎岁月里 磨练至少四年的时间 徐光文拍的是喜剧电影 跟李小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路子 而此时的香港电影市场 功夫片和武侠片 仍然大是欢迎 邵氏大导演张彻 因此培养出了 狄龙 江大卫 附身 陈光泰等众多功夫明星 樊光家和在李小龙离世后 已经找不到一位像样的功夫巨型 唐英杰已经年近五旬 早年驻郑家和的王宇 也已经定寻他路 而红情宝似乎只是当 武术指导和配具的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 家和的高层 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刚刚二十出头的成龙 这时的成龙 主要身份是龙套兼替身演员 在猛龙过江里 给李小龙当过替身 在龙争虎斗里 挨过李小龙的打 最绝的是 他还在李汉祥导演的风月评 《精品双眼》里 演过杨谷县 卖李小贩兼武大郎的好友 运哥 不只是家和看中了成龙 曾经为李小龙指导过 唐山大兄和金武门的导演 罗维 也相中了成龙 在李小龙离世的两年多之后 成龙终于成为家和和罗维 力捧的功夫新星 尤其是导演 罗维 对力捧成龙极为上行 为了能打造出另一个李小龙 罗维甚至请来了 李小龙的御用女主角 苗可秀 让他与成龙联合主演了《新京武门》 可惜由于剧本太扯 加上成龙在整体气质上 完全迥异于李小龙 影片最终以失败收场 《新京武门》之后 成龙又接连出演了 罗维指导的古装片 《风雨霜流星》 《剑花阴雨江南》 《无森雨的少林们》 陈志华的《少林牧人像》等影片 但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在《风雨霜流星》里 甚至出演英读的大反派 就这样 被力捧近三年的时间 成龙却始终不红 好在成龙还很年轻 加上他身上的那股瓶颈 机会始终源源不断 1978年 成龙主演的两部 袁和平指导的功夫喜剧 蛇形雕首和罪犬相继上映 并接连大脉 尤其是罪犬 本土票房高达670万港元 虽然在年度票房网上 还无法撼动许冠文 但也足以让成龙在电影圈 开总理派了 与此同时 成龙的师兄洪金宝 也正后几波发 露出在香港影坛 称雄的势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